10月1日起,马来西亚将在柔佛关卡实施外国车辆入境准证措施 外国车辆需要安装无线设频识别标签才能入境马国 不少新加坡车主赶在期限之前预约安装服务 但是预约爆满,安装站今天还因为系统故障服务喊停 马国陆交局表示,10月起将允许已入册 但是却无法预约的车主直接前往安装站点 但是这取决于站点是否有空档 当局接下来也将会探讨是否要设立更多的安装站点 来看记者黎嘉宜从柔佛新山发回来的报道 根据马国交通部的说法 马国下个月实施简称VEP的外国车辆入境准证措施 是为了有效追踪外国车辆 确保外国车辆缴轻交通罚款后才能出境 但有不少新加坡车主反映 上网注册和预约安装日期时 发现9月已经爆满 10月也还未开放预约 马国陆交局解释 去年4月便已开放给车主注册 车主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完成 但许多人选择在最后一分钟注册 而去年4月至今 仅有约27500辆车辆安装了标签 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新山的斑蓝休息站 观察到车主来到这里时必须先登记索取排队号码 之后到柜台提交四份文件 这包括了车子的保险资料 护照资料等等 之后还得缴交10元的手续费才能够安装 不过新山的四个安装站 在今早提供服务半个小时后 系统突然故障服务停摆 我大概在7月中的时候 就已经register了VEP 不过等了三个星期 才收到那个confirmation 然后才来book这个appointment 赌装这个VEP 我们今天7点就从家里出发 以为可以早点来 可是塞了4小时 来到这里又写说系统出了问题 马国表示10月措施生效后 若没有准证入境马国 将被罚300令吉 至于已经注册 但未能及时安装标签的人 不会受罚 但必须携带注册文件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 新山报道